现房和楼花的比较三 有没有稳定的女朋友 真香啊 真香啊 他本来两个人的租金 每个月就都是两千了 那这样就等于说 他买了房以后 损下了租金 每个月多花一千块钱 就完成了 从房客到房东 顺便的转变 我们再来看赵瑟 还属于半个单身汉吗 他卖了多花 需要五年才能重交 也就是说在这五年中 他必须要付五年来的租金 那他是半个单身汉 租金相对较低 假如假设 只要一千块钱一块 那这五年 他所要额外支出的租金的费用呢 就是六万块 好处在哪呢 好处在于 他只用了二十万的押金 就完成了总资产 一百万 总资产在这五年内的升值 那这升值可能是百分之二十 剩二十万 减去他额外的租金支出六万 等于他净赚了十四万 这样算给大家区域金吧